衛生紙的原料跟口罩是不一樣 衛生紙現在的供需都是非常的正常 而且充裕 因為外面有一些謠言 或是故意造謠聲勢 所以調查局他們也密切的注意 也追查來源 一定會依法來處理 另外我也要求我們抬高檢署 要求這個地檢署他們要啟動查棄民生犯罪的平台 要結合警政還有消保官 還有公平會的同仁 一起來追查 來了解 如果有涉及到刑責 當然由檢察官來處理 那如果是涉及到社會秩序違反 那由警方來處理 另外如果違反行政法規的話 由主管激光來依法處理 主管激光來依法處理 主管激光來依法處理 是誰 负用激光來依法